回到欢迎全世界带您看本周最大条 这礼拜最大条新闻现在看的是自拍 真的又再次发生了悲剧 是在印尼有一个女兽医在照顾大象的时候 拿起了手机要自拍 当时距离大象大约只有一公尺 这大象突然抓了狂 女兽医起身快跑 但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 惨到大象持续的攻击才死 所以她的自拍照也变成了遗照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自拍千万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另外还有有镜头在的地方 其实讲话也要注意安全 英国女王在接见伦敦警察的时候 有一个指挥官 他去年刚好就负责接待习近平抗力 女王一听到就马上回说 哦 那真倒霉哦 他们对大使蛮粗鲁的哦 结果整段话就被派了下来 而且是放松到全英国 英国人夸赞他们的女王真是真性情啊 不过记得当时女王她自己接待习近平的时候呢 也是满脸都笑容啊 所以当时也没有真性情的摆臭脸 有人说这个皮笑肉不笑 这女王应该也是有练过的哦 再来看的这一位她也算真性情吗 这是参选美国总统的川普 她向来讲话口无遮拦 喜欢跟讨厌她的人是非常两极的 那讨厌的人到底有多讨厌她呢 美国有个最新的民调 说民众痛恨川普的程度 只比讨厌痴瘡跟蟑螂的程度稍微低一点 哇 这个是 但是跟痴瘡和蟑螂几乎同等级的川普 他目前的民调其实跟希拉蕊 差不了太多哦 那难道希拉蕊赢不了痴瘡跟蟑螂吗 这个是民调 不知道希拉蕊自己看的情何以堪哦 其实说真的 如果说一个参选总统的人 把他比喻成蟑螂 或许换个角度来讲也并不是什么不好 因为当地球毁灭的时候 也只是让蟑螂可以活下去 口出狂言的川普 其实不只是他 全球好像跟他一样 口无遮拦的人呢 现在是蛮受欢迎的 但你看的是菲律宾版的川普叫做杜特蒂 他在菲律宾高票当选总统 对于动荡的南海局势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这个报道 菲律宾大选距离计票结束 只剩最后一里路 这是菲律宾第三次采用自动化选举 由计票机判读选票 不乏机器故障 零星冲突 但过程大致平和 按照目前开票近九成情况看来 由非反川普之称 71岁的达沃市市长杜特蒂 已经取得近四成票数 胜出可说毫无悬念 杜特蒂这位草根派硬汉 从选战一开始民调就遥遥领先 主张严刑峻法被外界冠上 刺刑者称号 造势活动上狂妄言论脏话连篇 但依旧受到选民拥奈 他的口无遮拦 粗鲁傲慢 物化女性善于操弄媒体等特质 和川普简直像一根模子印出来的双胞胎 但他不像川普是政治素人 二十多年来的铁血政机扫毒打滩 确实给人民安心感 不过杜特蒂和左派团体过从甚密 非国军警暗示如果象征极端势力的杜特蒂 真的掌权不排除联手发动政变 而且杜特蒂毫无外交经验 在南海问题上立场反复 各界都在关注这位铁血市长 登上总统大位后 会将菲律宾带往什么样的方向 真的让人有点担忧 这么如此冲冲冲的一位政治人物 成了在南海如此紧绷情况之下的风暴之一 虽然说官方还没有真的宣布 不过他的票率基本上是笃定当选的 我们就来看被形容成是 菲律宾版的川普跟美国的川普 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 有人说除了长相跟种族之外 他们讲的话的内容 根本上思路就像双胞胎一样 看你看看他们同样是非常的 讲话粗鲁傲慢 戏剧性 然后喜欢讲脏话 那他们是傲慢粗鲁的行动派 对女性很多争议的发言 得罪很多国家 不断的突崔 但是呢支持民众却不断的增加 很会操纵民粹 选举过程却一路在领先 而且他讲话基本上参选过程 绝无冷场话题不断 媒体超爱 请问一下川普 这一位菲律宾的总统 叫做杜特蒂 台湾民众对于他可能不太了解 因为他过去当过市长而已 那请问他是在模仿川普 还是一路以来他本来就是 完全浑然天成的一个亚洲版的川普 他其实应该是一个亚洲版的西部牛仔 西部牛仔 在十多年前呢 我太太跟那个中国时报 那个全台湾最有名的东南亚的记者 东平兄 曾经去他的那个城市访问 然后也就有访问到他 见过面 见过面 所以他那个时候印象深刻 我太太回来的时候讲了好几年 我那个印象深刻 何以如此印象深刻 因为他在南部明达大的一个城镇 那个城镇呢 原来他们去之前 所有的华侨告诉他们说 那边治安很乱 那边过去的时候 我们都基本上不敢去的 所以他们一去的时候 发现井南有序 路不时宜 路不时宜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他管理的治安多好 那好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去到那边呢 就听那个犯店人跟他讲说 昨天在警察局面前 有一个小偷被枪杀了 偷东西要被枪毙啊 被枪毙了 因为是什么 杜勒帝就规定 他在这个城市里面 事不过山 但是菲律宾是没有死刑的 但是事不过山 你同一个罪 你给我犯了三次 你非死不可 等一下等一下 你说一个市长有这种权利 他们菲律宾没有死刑 其他市长可以枪毙别人 对 他有一个特别的队伍 然后事不过山 所以就是有一个小偷 那不等于山寨王一样了吗 他贯切已经第三次 第三次的时候 他爸爸呢 把他从那个警察局面领出来 但是他已经是第三次 被他爸爸领出来了 结果呢 你两辆摩托车就过来了 两个黑衣人就下来 押住行刑事的 就在街上 所以也不是警方执行 什么都不是 对 就是有一个私刑队 就直接把他干掉 那这私刑队 是听令于当时的市长 现在的独特地吗 就一直说 他有一个叫做DBB 的一个私刑队 他每次出来的时候 前后有12个标情大案 拿着长枪 保护着他 然后呢 谁只要在这个地方 你犯罪不行 你那个卖淫也不行 一切就要回到 最规矩的制度 清教题目的一个生活 结果事不过山 只要经过三次之后 就可以被枪毙 所以现在一直在讲说 在他任内 死掉一千多个人 在他那个市里面 那个市里面 死掉一千多个人 我的妈呀 他有一个私刑队 可是呢 这不有点像 德国的盖茨太保一样 秘密执行的警察 他的声望变得非常的高 因为呢 本来呢 乱世重点 乱世重点 所以那个地方呢 到那里面去呢 一切是可预期的 就是在他的治理之下 他的规矩很清楚 所以一切可预期 所以菲律宾人 就非常喜欢他 所以他只是一个市长 他也不是统治菲律宾 长期以来掌控 政经80%支援的十大家族 就很快的串起来 所以呢 他就是本身就是一个 西部牛仔性格 而这西部牛仔性格 也是翻转了 菲律宾有一个 这样一个南部牛仔 然后竟然可以 但是大家现在也很害怕的是 他将来再出来的时候 恐怕是120个实行队 哇 当一个市长 菲律宾没有死刑 不过他将市长任内 可以枪杀了一千多人 他都不承认是他的 就是有一个非法正义 私刑队 可是这私刑队 从来应该没有被抓过吧 没有抓过 而且他们可以试过三以上 对对对 他们可以试过三以上 那没犯法 因为他没有觉得他们是犯法的 这个等于是 如果说他当上执政者的话 就像是我们印象当中 葛大菲那种狂人一样 那王富大哥 为什么东西方 现在好像狂人当道 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 现在政治人物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 有些国家 他的经济社会的状况 发展的不如预期的好 那所以老百姓有一种 格外的一种期待 那事实上像菲律宾这种国家 我们要知道说 他是实施美式民主 可是他又不像美国的社会 那么样的成熟 那么样的一个好 就是说他的整个经济的成长 也不像美国那么样的整齐 他的贫富差距非常的悬殊 所以呢会有这种 我们说南北落差 或者说是贫富落差 那这种落差很大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社会的一个期待 那换句话说 像杜特蒂这样的人 他讲的话 让人听起来爽就好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舒服 尤其是你对于社会期待 远高于你自己的一个期待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讲的话 非常的爽 台湾有没有这种feel 台湾事实上如果再过一阵子 就是说贫富悬殊更大的话 我们之前已经有科P了嘛 对科P 事实上就是这个白色力量 在上一次跟这个 跟这个联赛文参选的过程当中 之所以会有票数那么大悬殊 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说你实施美式民主 因为媒体麦克风跟摄影机 都是可以随便他秀的 那话句话说 当你变成一个beats秀的时候 他上台或者他在美光灯的前面 他要爽就好的时候 他就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表现 可是我觉得你在当候选人的时候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样貌 就是爽就好 可是实际上你上台之后 你不可能 就说你杜特蒂你今天说 谁谁谁就像这个创夏兄讲的 谁谁谁 头三次 我就把你毙了 当市长可以这么干 因为没有人注意 那个地方 纳毛市 纳毛市 那么小的地方 会有人注意 可是他今天如果在马尼拉 马拉坎南宫 当总统的时候 这个是众所瞩目的时候 他不敢这样干 否则的话 他必须学卡司楚 或者是学金正恩 学普丁 卡司楚跟金正恩 他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可是马尼拉 菲律宾 他毕竟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如果没有他接下来私行 对他之前的状况的话 可能他退烧也蛮快的 他退烧会蛮快的 就看他怎么做 但是就看他怎么做 如果他继续鼓动民粹的时候 那说不定会有更高的这种可能性 也说不定 我们就看一下他在接下来南海 会带来什么样的风暴 因为有国际媒体说他是比较亲中的 他会跟中国要共同开发南海的利益 现在学上之后他有讲说 他要自己亲自登上黄炎岛去插旗宣誓主权 中国大陆已经说要在黄炎岛盖 接下来扩张了 那讲话反反复复的 他对南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会有冲突更激烈吗 对 我觉得就是要看他未来怎么做 因为看起来就是说 从他的一个从政经历跟发言来讲 他是一个地方型的一个市长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可能对于打击贪污跟犯罪 他蛮有一套的 但是你问到他对于这个国家大政跟外交政策 他似乎跟这个川普一样 就是没有准备 就是说会选到这么好的一个总统的一个绅士 因此他没有一个太多的 有系统的一个外交政策 而且讲出来的时候 都是让人家觉得跟既有的政策 这个相差太多 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 在国际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危险 非常的一个危险 就是说尤其是你的这个权力 是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美国的危险度 当然是比菲律宾的危险度要大一些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杜特蒂 他的这个说法的话 至少比目前的这个艾克诺的一个政府 可能对南海的冲突的紧张情势 或许有降低的一个可能性 还反而相对相比 至少对他来讲 他讲就是说他要对这个南海的问题 他要先跟中国大陆来进行协商 如果可以协商成功 可以共同来开发运用资源 这点刚才跟我马总统的这个说法 是有一点像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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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这个总统 他是比较务实派的 他不是那么意识形态 他认为说对菲律宾来讲 如果要巩固你的一个经济利益的话 跟大陆能够共同开发 也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他后来又改口讲说 但是如果假设中国大陆 不承认菲律宾的主权 而且他们不成的话 那他又发表他的这种 西部牛仔作风 他自己要帅先去去插旗 那如果这样的话 当然会引起更大的一个 这个黄炎岛的纷争 而且他还放话讲 因为现在事实上来讲 黄炎岛是在中国大陆的 一个实质控制之下 他讲说如果他去 那么假设发生了冲突 他被这个杀死了 他觉得他可以当这个 国民的英雄 一副看起来好像是 比现在的总统呢 还要更强烈的一个状况 他现在你今年几岁啊 好像媒体报导说 七十多岁了 七十多岁了 有一些人他就是 够拼衝衝衝的阿伯 为什么这么说呢 盛选之后他马上讲 我其实就是妈宝 我会偶爱哭 所以他选上之后 连夜改到爸妈的目前去痛哭 说妈 我选上了 然后紧接着 他又跟大家宣布说 我现在当了总统 但是我不去住总统府 因为总统府闹鬼 这是菲律宾的总统 自己讲他们总统府闹鬼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之前拍到一张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菲律宾总统府的照片 曾经被拍到一张 他们的门口的助卫军 是没有头的 有这样的照片 但是总统府也经历过之前的战争 所以竟然有些灵异传说是不是 其实马侃南宫 一直有鬼的传说 很久了 然后实际上 现在的Akino三世 他也有讲过这样的话 但是他不怕 为什么 因为当时Akino三世 他妈妈Akino夫人的时候 在里面的时候 曾经有爆竹直接攻进去 然后当场 警卫在旁边被杀死了 Akino都中了五枪 然后现在还有一颗 还在颈椎这边 没有拿掉 所以里面有闹鬼的传说 讲了很久 所以大家其实也没问题 问题是菲律宾 他们就喜欢这样的人 像Akino三世在选的时候 一个Bahana 完全不在乎 结果人家菲律宾好喜欢他 有一个外号叫Sweet 他是一个甜心 这个甜心是什么 他本来讲说 他要戒烟 他一天抽三包烟 当时那天想说 对不起 我不抽烟的话 我没法思考国政 结果他的声望 菲律宾民调 全世界总统都羡慕他 他的民调到离职的时候 还77% 真的是超高的 跟选民的口味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看他今天想说 他是妈宝 他说怎么会闹鬼 菲律宾人觉得说 好亲近喔 好亲近喔 所以Sweet 也会交接给他 所以下一个叫做Sweet 的杜纳蒂 然后这样子在菲律宾 就会越红 所以你要知道 全世界有跟他们讲 那么多的批判 有时候在选民里面 白色的力量不重要 白目的力量 左向无论 对 刚刚王空大哥做了一个很精辟的分析 在一个社会里面 如果你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 或者是民众的期待 跟社会的期待 是不一样的时候 像这样的政治狂人 串出来的机会 就越来越高 我问一下 这个川阳跟你怎么观察 因为有人说 现在接下来 全球的市场 就在东协这一块 东协国家本来就是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 比较开发晚一点的 接下来他们面临的状况 就是刚才王空大哥所讲的 社会会越来 这个贫富越来越不均 然后可能社会 跟民众自己的其他 会越来越差越多 像他的这个状况 会在东协国家 这些当中 不断的发酵 其实基本上 就是全世界所谓的 就包含是 康庭队讲的 就是民主退潮的 第三波民主 退潮的危机 正在开始 所以说第三波民主 其实民主 不是很巩固的 当你碰到经济的问题 永远是退潮的原因 所以我们其实在二战的时候 曾经有100多个民主国家 退到了在我们台湾 加入1974年的 第三波民主的时候 全世界的24个 就是很多强人会出现 现在这整个东协 还有整个全世界 包括美国 都是一样 贫富差距 资本主义走到尽头之后 越来越大 所以不管是川普 不管是杜勒蒂 或是全世界 很多这种狂人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因为你对我没有帮助 我看到你一个优雅的人 你对我没有帮助 包括连中国 其实也很恐惧 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 城乡差距 拉大之后 都可能有危机 所以其实全世界 现在这种白幕的力量 越来越强大 不要我们讲说 伦敦刚下来的市长 也是个怪哈 你看民主老牌国家 大家就开始 不相信现在的制度 不相信你会改变 现在的结构 所以呢 杜勒蒂我们当时看笑话 可是全世界 你会看到说 白幕的力量 正在发展这种 有时候也会看笑话 川普在去年这个时候 大家都觉得是笑话 一年之后大家笑不出来了 所以有人说 世界即将疯狂 必有白幕出现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刚刚一个主持人问到 就是说 当然美国我觉得也很特别 其实菲律宾 我们看到过去 他有一个叫做Estalata 也曾经选过总统 他事实上来讲 也是这样子 跟杜特地 非常特意独行的 后来贪污最多 他也是就是说夜宴总统府 喝醉了都不上班 大家也不觉得这个 这个非常奇怪 就是说 看起来菲律宾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他的这种 特殊的奇异的 这个政治文化 都没有改进 就是一个总统他可以宣称 他不守法施行 能够整顿治安 这么很多人都还愿意去支持他 可是美国就比较特别 我们认为就是说 美国应该是一个 这么如此成熟的民主国家 对 非常成熟民主家 但是都还有这样的一种 比较政治的一个 强人的一个出现 我觉得确实是反映 某种程度的一个社会状况 不过您刚才问到 就是说东协国家 我要强调就是说 东协国家 他的状况 还是不是太一样 就是我们看到印尼 之前当选的一个总统 这个佐科威 他实际上也是一个 就是比较强调这个 强势的政府 跟民主主义的经济 他要改善这个印尼 他内部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外资进入所 所构成的经济不平衡 跟贫富的差距 可是他的作风 就不像这个杜埃利 这样的一个手细 那我们知道 就是说东协国家 其实他各种状况不一样 你看缅甸最近这个选举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 他的这个女性的那一位 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胡斯基 对不对 他虽然没有办法选总统 他找了他的一个政治亲信出来 可是这个政治风格 也不是跟他一样 可是他接着四个部长 对 但是他是比较强势 那越南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那这种选举 未必会出现这样的人 可能这种党 党控制基础还很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东协国家 事实上来讲 当然他的经济发展 屏幕差距会扩大 那么有这个迹象 可是每一个国家 他所发展的一个结果 是呈现不一样的一个情形 游戏规则不同 而且跟每个国家自己的文化 背景和社会 能够接受的程度不一样 我们回来就继续聊 这个所谓的狂人政治当中 不要忘记的 亚洲最典型的代表 就是金正恩 这个在过去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北韩也是受全球瞩目 因为隔了这么多年 再次召开劳动党大会 当中发生了不少 光怪陆离的事情 我马上回来